Grey Yeah I just wanna be grey Yeah I just wanna be grey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XB 好我們今天要繼續來看 Crash Champs呢他們在 2023年世錦賽的奪冠歷程 今天跑到了Day3 他們呢在這一次比賽中 打的場子其實不多因為他們就是勝者組 一路上去齁 那也算是 COC有史以來最順利的冠軍路程吧 好那所以呢打的場子也特別的少齁 那一樣第四天的時候 第三天的時候呢 第三場那他們對上的對手呢 是RPG RPG這個時候也是全勝的姿態 打上來他們兩邊呢 現在是在打勝者決賽 贏的人可以鎖定第二名 至少會拿到第二名 並且在決賽的時候還可以有兩命 這個機會非常非常的優勢喔 我們看看到Crash Champs這邊呢 一樣還是先攻方 一樣還是藍方 一樣還是Picasio的那個熟悉的第一攻 非常非常好的節奏 那這個進攻先攻後攻這個東西呢 不是猜拳的 是這個官方決定 他剛好就是在籤錶上面這樣 然後全部都一直是藍方 然後我也講了嘛 就是 總決賽的舞台裡面 藍方的那個 統計上啦 藍方的勝率是比較高的 那這個到底是不是選選呢 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總而言之讓我選的話我會選藍方 好 那他們呢這隊呢 已經不止一次喔 這個使出了這樣子的路線 就是在 那個神盾呢 先把大本前面 用一個骷髏 然後在一些小小的單位呢 去把這個巨石杯的這一區呢 用神盾給他拿掉 女王呢 等一下會把他走進去 把大本給拿掉 然後男王呢 走女王的外面 走女王的外面 那一格 所以就是神盾幫忙把 大本前面的其他塔 全部都打掉 那基本上要製造成一個 無傷把巨石杯打掉的 這個 這個 方法呢 其實蠻簡單的 因為只要一個 那個 骷髏藥水就可以造成這樣子的結果了 好 然後女王呢 就可以輕鬆的 不要遇到塔 然後直接我要往裡面走 那男王呢 可以走到另外一格 把其他東西給打掉 可是這個時候男王呢 並沒有很順利 他沒有走到他該走的那一格 然後呢 然後我們跑進來的 所以少打的一些東西 可是多屌屌的XBOW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一樣 還是一個無敵進場 所以呢 跟我們上次看到的路線呢 其實非常非常的像 只是差別在 上次他是有用 投石車 這次沒有用投石 所以這次喔 他還有一個 這個大球可以用 好一樣 他打的狗球 就是比較突擊式 你看到他就是這樣 希望他的狗球 是直接插 這樣子插進來的 所以呢 我覺得是 滿有個人特色的一個 這個打法 然後呢 我覺得也滿有效果的 所以大家可以嘗試的 學習看看 這邊 再冰凍一次 這邊可能要加個 加速吧 OK 加速給他 加速可以再放更前面一點 可能會更好一點 現在重點其實是 他們的那個 那個 多頭 其實呢 女王是直接被氣球給砸死的樣子 喔 女王差一點的 本來 但是其實有沒被氣球給砸死 我們的這個殺手也跟上 所以其實還好 那可以看到女王這區 本來是誰要打的 其實本來這一區是那個 男王要打的 所以男王這小失誤 最後面是把他救回來的 欸其實剛剛女王如果沒有成功 被砸死的話 說不定會有差 說不定會差一點點 沒辦法擦心 現在就是剛剛好可以 不過他還有留了一個法術 所以這招我覺得也是蠻直觀的 我們可以再回想一下 他的防山症是怎麼打的 他用一個胖子一個骷髏 讓神盾把大本前面的巨石杯那區給吃掉 因為大本前面的巨石杯那區很容易會是什麼東西 蠻王嘛 然後還有什麼東西 巨石杯嘛 然後還有一些其他小砲 劍塔那些等等的 用什麼超滿的 用胖子啊 都很好扛 然後並且那個骷髏就可以打很多東西 然後你的殺手可以把對方的蠻王給打掉 好就是蠻順的 那女王就走旁邊 然後呢 男王把女王擠進去 男王再往外面走 女王走進去把大本給拿掉 這樣一切都非常非常的順利 但是這一招你一定要先把那個什麼 你要用停停圈把城堡給打掉 這樣就是唯一的重點 不然的話你的女王跟神盾可能會卡在城堡那邊這樣 皮卡秀又再拿到了一個三星 非常非常強 就是每次都第一攻 每次都三星 好第一攻 Crash Champs拿下三星之後呢 RPG這邊呢是沒有扛住壓力 第一攻就失誤了 就沒有拿下三星 所以呢 這算是對Crash Champs來講是一個蠻順利的開場 那我們來看一下Crash Champs的第二攻 一樣他們是Pattles打第二攻 然後他打的是 這應該不是甜甜圈 他有帶毒喔 他這個是男王一格女王一格的那種打法 男王打算走進大雕這一格 用一個骷髏法術來扛 他的骷髏法術呢也是蠻講究的喔 就是刻意的要去避開對方的什麼多頭 所以放的位置蠻外面的 你會覺得好像蠻外面 但是其實就是要避開多頭 他想要扛的就是那XBO的傷害 這樣蠻王就可以吸的比較久一點點 女王呢 扛著一個冰人加上一個炸彈人 走進下面那一格 男王一格女王一格 這個打法我覺得在未來呢 還會再繼續持續的遊行 所以大家可以再繼續注意一下這個打法 好 那 一樣 女王這邊也要放一個骷髏 然後呢 接下來就是神盾跟著女王一起進來 我們要處理一下對方的援軍 這時候援軍是狗跟那個分開 他不想再花法術了 所以選擇直接壓技能 我是覺得也許放個冰凍式還不錯 不過他不想再花那個法術了 確實也是啦 因為他的女王其實如果把技能給省下來 他到頭石這邊他還是會被那個 他在他頭石這邊很細心的是 還是放了一個骷髏 再注意一下這個骷髏 是沒有被大本那個多體傷害給燒到的 所以呢其實也是 都是有在講究這個骷髏放的位置的 大本這邊要冰很多次 好 大本再繼續冰 無敵下去狂暴 過 OK 有些氣球可能會被堵到 但是呢 大部分的氣球基本上是吃過去的 還OK 然後最後還留了一隻狗 在這個 9點鐘的方向 然後直接用球黏過去 非常順利的拿下三星了 好非常非常 那這一招其實算是 在去年的總決賽 就非常非常火紅的一個招式 我那時候還做很多史詩的教學 今年倒是沒有那麼常見 那 嗯 主要是也有其他的打法出來了 主要是 還有一個東西也是這個 可能 法術塔的變化 讓這一招變 沒那麼好打 我不是很確定 選手們是這麼想的 好 那但是呢這一招 我覺得未來還是 還是會再回來流行一次 在16本之後 那不要問我為什麼 我覺得可能是我夢到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下一攻 好 第二攻 REPUB GAMING的第二攻 他們的隊長 General X 並沒有扛下壓力 又拿了一個二星 那他是這個超王 飛船超王 好像被推到了一下 結果我們一開始前戲 就沒有很順利了 所以打完第二 打完兩攻之後呢 QRM這邊是兩攻三星 然後RPG這邊是兩攻美三星 並且%數也不高 基本上已經很難很難追回來 我們來看一下QRM 能不能夠打出第三攻 致命的這個第三星 那這樣子的話呢 RPG就基本上可以宣告 被打入敗者組 QRM的第三攻 一樣還是Leo打出來的 我們來看一下 選擇使用的是 閃正無閃 應該是火塔 來看一下 好選擇的是火塔 因為無閃 無閃的話只能閃火塔 火塔加上一個吹風機 割布林斷邊 這一樣應該也是女王一間男王一間的打法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走位 在9點… 6點鐘偏7點鐘 有先放了一個炸彈 Ecuador 開強 蠻王 然後被女王擠進去 然後直接壓技能 嗎 那女王這一邊呢 是打算要… 欸欸欸欸欸 欸 欸 這是他想要的路線嗎 不是很確定哦 我覺得看起來也許不是他想要的路線 我們來看一下他會怎麼去處理 他可能原本是希望女王可以直接往右邊走 然後直接走進去開招 我覺得這可能會是最好的路線 可是可能沒辦法那麼順利吧 一樣喔神盾這邊在投 因為這邊是XBO加上巨石碑加上蠻王嘛 他一樣用骷髏藥水 在神盾這邊可以處理得非常非常的好 得到非常非常多的CP值 這個方法大家可以多學一下 我們在這個總結賽內已經看過不止一次了 不過這邊很可惜的神盾被打 那我們直接隱身之後 挖挖可以撞一下沒問題 大球直接去吃大本 所以這個我現在很確定 他原本的路線不是想這樣子 但是現在應該算是救回來了 這路線應該算是目前為止救回來 應該還OK 我們來看一下狗球怎麼下 狗球直接從大雕的位置開始下下來 沒有問題 然後大本這邊呢 冰一次 一小撮的狗球直接從大本這邊 那個大雕這邊下下來 想要先把大雕給打掉 然後看一下能不能夠 他這邊放了六顆球給大雕 有算得很準 哇操算得超準的 沒有浪費掉太多球 然後直接把大雕給打掉 放得非常非常非常準 大本也是直接倒掉了 不過滿可惜 因為放了殺手的關係呢 冰人是跑出來了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他會不會特別來處理一下這個冰人 沒東西處理啦 現在明天沒有陸地單位了 所以冰人就讓他那邊原地發呆就好了 最後面的話會是冰凍下下來 然後多頭能不能夠讓他倒呢 倒了就三星了 哇操 太強了吧 旋風 Safe吧 好像有可能會時間不夠 時間不夠 因為右邊太多東西了 所以這個算是一個 一開始前戲失敗 但是他把他救回來差一點三星喔 但是結果是時間不夠 還好 還好是沒有到低% 不過最後應該會時間不夠 貪廢了 舊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一開始就是男王一間女王一間的那個位置 這個女王走歪了嘛 所以後面的選擇的舊法就是神盾去 一樣還是用骷髏 然後呢 那個接下來大球可以打 所以他少了一顆大球啦 大吊那邊處理的非常非常的細喔 就是放了一點點 剛剛好把大吊給打掉 好 但是呢 這個時候呢 他們是 銀星 銀趴 所以RPG還是承受的巨大的壓力 好 就在剛剛出現了一絲曙光的時候呢 那個RPG呢 第三攻 打下來之後 他們也許就可以這樣平心 然後稍微的好像還有追回來的機會 但是結果呢 還是沒有打下三星 這一場真的是RPG被 Crash Chain的 陣型玩客 他們一個三星都打不出來 真的是 現場也是 原本他們氣勢還很猛喔 然後就都後面都沒有人在交了 就是那個氣勢整個都掉下來 那 我在現場看也是覺得 好想幫他們加油一下 但是就是 那個氣就凝聚不起來 就是打不出來 但是就是 非常非常的痛苦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看到 RPG的 隊員 你看 Crash Chain這邊 非常非常的輕鬆喔 呦 然後Crash 然後RPG這邊 大家都愁眉苦臉 我覺得這個時候應該是 隊長要站出來的啊 大家沒關係 因為 就算這場輸了 還有下一場 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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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你們還是 你現在整個大家 情緒低落了之後 等一下怎麼打 這個其實是 還是要有人站出來來講一下的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 Crash Chains的第四弓 這弓也是一樣 他如果三星的話 基本上已經宣告GG了 好那 對於防守方來講 就是非常非常的 喔這個 喔超級 直接就非常 梗直的直接放進來 這樣子 看起來像是 法師嗎 OK Super Wizard OK沒問題 好所以他們這一個 隊伍的進攻方式 真的就是蠻多元的喔 就是 欸 你說 欸 超攻喔 然後比較傳統的超法 對不對 這種都有 飛的位置也不會一樣 所以其實你要防的東西 真的有點多 這招我知道啊 這招 超法飛船打大 超法飛船打大本 然後後面接龍 這個不就是 丹丹成名記嗎 這丹丹的2021年成名記嗎 那2021年一整年 丹丹都還打這一招 打得非常非常的溜 那 這個 夢迴2021年 只是那個時候 我們是用龍騎而已 我們那時候是用龍騎 然後一開始丹丹是用飛龍 普通龍 後來他把它改成龍騎 然後這招打得非常非常的溜 好 但是 後那時候還沒有金龍 OK 然後我們接下來 往這邊走 中間的龍都融化了 我覺得他的 他的女王可以下早一點 這個女王的這個CP 使用率的CP值不夠高 我覺得 這個應該是 其實龍嘛 這種東西就是 龍這種東西 我不知道這個有沒有三型 我不太確定 但我還是講一下 我在看 因為其實X-Tim打龍 打得很好嘛 龍啊 我在看啊 就是他其實就是講究一個 一起 你要說難聽一點 是無腦 但是他 他為什麼無腦 他其實就是你有腦 反而你還不行三星 你就是要講究一個一起放 他要一個一起前進 一起進攻 一起扛傷害的一個概念 然後你不可以就是放完 放完龍之後再放王這樣子 他就是要有一個節奏感 你要一起放 你要一起放 他不然的話他就會 他會有這個 男女王的利用率就太低了 他就是要龍 吃一塊部分 他龍也幫女王可以扛到傷害 女王也可以幫龍扛到傷害 然後雙方一起往前推進 這個感覺 才是我覺得比較 比較好的打法 雖然他最後面 看起來也是會三星 不知道這個時間夠不夠 我們來看一下 還有很多東西 有可能沒辦法三星喔 剛剛這個如果沒三星的話 其實這也是我剛才一開始講的問題 他有一點點 嚇太晚了 這個他的王 嚇得太晚了 好但是整體而言 這個思路也是蠻推薦大家使用的 就是超法飛船去打大本 然後直接從旁邊開始 龍或者是龍騎 直接這樣一排這樣下下來 然後直接就是無敵飛 無敵加上龍的第一波 然後加上雙往的走外面這樣子 最後非常可惜的 拿下了就是7% 不知道丹丹有什麼想法 丹丹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好嗎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RPG的第四孔 RPG這個時候 雖然他們還沒宣告完全輸 但是他們基本上已經輸 因為他們現在怕數輸太多了 好那在巨大的壓力之下呢 其實他這一攻真的拿下來 也很困難很困難 但是這一攻失敗了 就完全確定了 這個RPG呢 可以去敗這個組準備 所以他這時候 他們其實要做的事情 反而是先去開始 大家討論一下 下一攻的怎麼樣去做 我們有沒有做出我們失敗的 大家回復一下心急 下一個對手是誰 然後呢 就開始準備一下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隊長 打出來的這個看起來有一點像是超攻 有可能是鏡像球 看一下超攻 超法 超攻 還是超攻 OK 還算是蠻小心的 就是第一個隱身 其實是讓他直接冰走過去 所以基本上 該踩的限制都踩到了 這樣子 然後大本這邊也沒有到特別貪心 就是希望拿掉一個大本 然後鋸石杯 然後援軍 就這樣子 其實基本上就這樣 然後呢 後面的路線呢 其實就跟這個 其實差不多了 所以其實 現在 這個能夠接超 超滿的打法 其實真的蠻多的 這一招 像剛剛那招應該也可以 就是說 嗯 超把黑船嗎 然後直接接這個超滿的打法 應該也是可以的 冰人走進去 這冰人應該會先被彈掉一個 好 在外面的話就是 兩個超滿打一個塔 兩個超滿打一個塔 慢慢的可以慢慢把它補進來 這樣子 然後三個王在裡面 然後加上無敵就可以製造超級大量的傷害了 然後這邊用了很多的操炸 希望給它炸到裡面 炸到最深處 但是這一邊 加上 這個有 有那個什麼 多頭加上狂暴的作用之下 它這邊其實要連續冰洞 這個位置的選擇 我覺得它原本可能希望 要蠻王走出來這邊 就會蠻王要走到這邊 所以它只好在神盾加上殺手的情況下 多用了兩個冰洞 外面用了一個頭石去扛那個 用了一個冰洞去扛頭石 非常非常的細 因為這個頭石就不會去打我們的神盾 我覺得這個蠻細的 神盾 還有七個超滿 然後還有兩個法術 神盾還有技能 在多頭這邊我覺得可以把技能給壓一下 這邊壓一下 沒有 剛剛早點壓 早點壓還省一點時間 我覺得剛剛這樣有點太暗了 OK 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面這邊要冰洞 再隱身 有機會嗎 沒有 差一點點 蠻可惜蠻可惜的 我覺得整體而言 就是剛剛一開始神盾進來的那邊 要用兩個冰洞去救你的殺手 我覺得那邊有一點點 虧 有一點點 整體而言看起來都不錯的路線 但是神盾那邊有一點點虧 蠻王沒有走到他想要走的位置 好 最後面呢 他確實是沒有壓力的情況之下 直接晉級到了這個勝者組 並且他們可以打到總決賽的總決賽的final 然後鎖定第二名 好 那我們就很快的直接進入到下一場 那我先總結一下這一場 目前我看起來就是 因為RPG在第一次跟他們對戰的時候 是完全沒有拿下任何一個三星 氣勢上我覺得就輸了 然後整個氣氛上 你可以看到他們的臉 氣氛上是輸的 所以我覺得 Question裡面是自信心正在增大 然後另外一邊是有一點點在萎縮 然後相較之下成了一個對比 陣型上 剪刀、石頭、布的方面 確實是RPG都是在吃虧啦 但是我覺得這個東西 在下一輪比賽 不一定會繼續持續 因為這個剪刀的時候 不是就是一直這樣子 持續持續持續的 好 你現在知道他的防守是這樣子的 你也可以用另外一種進攻方式 大家會的東西都很多 不可能只帶一招過來總決賽 所以呢 他們還是有蠻多機會的 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RPG會怎麼樣應對 Bedank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